學歷史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華倫 為什麼不要學歷史 因為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到頂層階級的思考方式 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所以他不希望你去學 還有學歷史 會讓你看到許多前人成功及失敗的案例 你的競爭對手想要好好的睡個覺 所以他也不希望你去學 最重要的是 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人性 你的老闆以及同事 都希望你保持天真的心 所以他們更不希望你去學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接下來我要跟你說的是故事 而不是歷史 今天主題是豪華辦公室 我們剛剛在春秋第82集的故事中有講到 這楚靈王興建彰華之台 而這靖平宮則是一樣畫糊了興建這個什麼 四旗之宮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就是有些國軍愛大興土木呢 而且每當他們大興土木的時候 這些大臣們卻是大多是反對這種事的 就現代來說吧 政府發包工程 民間就有事做 這不是一種增加GDP的好事嗎 那為什麼現代行古代不行呢 欸 不過好像也不對齁 因為常常聽到有人批評政府浪費公帑去蓋蚊子館 那這大興土木去搞建設 或是公共建設 這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啊 你可以先想一想喔 先講一般我們常常聽到的理由吧 那就是啊 在歷史故事中 我們常常聽到大臣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搞這些工程 勞民傷財 的確啊 在古代 新建這樣的工程呢 並不是交給民間的外包公司的 而是什麼 人民的義務 也就是常常聽到什麼 要扶這個搖曳啊 換句話說 就是政府出錢 民間出力啊 要是這公共工程的結果啊 並沒有促進經濟 或是達到一定的特定目的 那的確就是勞民傷財啊 不過現代呢 這些工程呢 大多是承包給民間的工程公司去做的 這些民間工程公司賺錢啊 但是人民不用出力 所以相對呢 在現代來說 好像反對的聲音就少了許多 畢竟直覺上 這跟自己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嘛 其實 換到公司層面也是一樣的 那公司花了一大筆錢 進行裝修 或是新購豪華的辦公總部大樓 對公司的經營到底有多少幫助 恐怕根本沒有人會注意 反正是花公司的錢嘛 大家有更好的享受 何樂而不為的 但是 真的是這樣嗎 政府花的是人民的稅金 花的是公司的盈餘耶 真的跟我們沒關係嗎 好 換個角度來說吧 要是政府給你兩個選擇 一是要蓋一個大型建物 二 若是大家不同意 那就不要蓋這大型建物 然後把這省下來的錢呢 退還給你 或者是說公司不裝修 不新購著豪華總部的辦公大樓 那把這些省下來的錢呢 發給各位當獎金 那你會選擇南向 所以 真的跟你沒關係嗎 或是應該換個說法吧 其實跟我們有關 只是跟古代一樣 除了高層人的意見 我們一般人民的意見 是不容易被表達出來 或是說去影響這個決定的 沒錯 這可是在運行千年之後 上層階級找出來相對有效 而且怎樣 反對力較低的做法 這樣他們可以繼續蓋文字管 但是反對的聲音會小一點 不過這裡先打個岔 千萬不要一幹子打翻一傳人 這搞公共工程 或是公司裝修 又或是什麼 公司購買新的辦公總部大樓 不一定是壞事 許多公共工程是有必要的 而裝修或是新購辦公室 也不一定是壞事 有時候可以達到吸引人才的效果 就像俗話常說 人要衣裝佛要精裝一樣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判斷這種事呢 其實這重點在於 判斷做這件事之前 他想要達成的效益 蓋一座大型的活動中心很好 但是他希望這活動中心 到底能達成什麼樣的效益呢 這要是一一說明下去 可能會太細太長 簡單來說 就是所有的東西 應該要有一個減核 是否達成目標的標準 而不是怎麼樣 只是進行預算的消化 不過既然前面都說了 遇到這種事 我們的意見不容易被表達出來 或是影響這個決定 那我們幹嘛還花那麼多時間 來說這個事呢 當然要花時間啦 我記得巴菲特曾經說過 要是他看到一個公司 沒有理由去新購豪華公司總部 他就知道 是時候要賣掉這公司的股票了 沒有錯 見為資助 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公司 不去評估效益 猛去蓋文子館或是亂花錢 除了可能存在底下的利益輸送問題之外 最重要的是 這顯示出領導人的心態 一個優秀的領導人 改善人民的生活 增加公司的利潤 讓大家賺得滿盆滿缽 大概不用特別跟你說什麼 你也能感覺得到 但是要是他的作為 沒有辦法達成這些效果 那搞個標誌性的建築 來彰顯自己的公司 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也就是換個角度來看吧 就是他在改善大家生活 或是增加公司獲利這方面 沒有招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 也要為自己的後路 多留心多準備一下 或是這樣的政治人物 你真的還要繼續支持他嗎 他不是沒拿薪水的義工哦 由於歷史故事中 大多只呈現了結果 而沒有討論背後的原因 所以 若是下次你再聽到一段歷史 或是故事 你覺得當中有不合邏輯的地方 你可以試著去了解他背後的原因 這樣 就能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了 另外還要一提的就是 心理真的是會影響身體的 你看這集故事中 這音樂可以引出來的風險 還有這政國的資產 它隨便忽然編論個故事 就可以讓建品工的身體稍微好點 由這你就可以知道 人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呢 多多利用鼓勵代替責難來教育小孩 那對於別人惡意的攻擊呢 要找個方法排掉心中的不開心 而不是去壓抑自己 或是否定自己 你說是吧 若是您有其他想法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您的看法給大家喔 好啦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就是不聽我的勸 想知道完整版的故事內容 你可以從說明欄 找到我愛故事頻道的連結 不過記住喔 你是來聽故事的 而不是來學歷史的 要是您喜歡這個頻道 麻煩您動動你的手指 追蹤留言 或是給我五星評價的支持以及分享 謝謝您來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